總統 針對系列案 沈李寧的法官判的無罪 那叫陳思夢 監委陳思夢要約談他 你怎麼看 非常嚴重的干預司法 因為他說要了解法官的心證 法官的心證就是司法獨立 審判非常重要的領域 絕對不能由外界來干預的 我覺得我們感到最遺憾的 是我們司法院長跟總統都沒有吭聲 這非常嚴重的 蔡總統不是在剛上任就推動司法改革 這改革什麼東西啊 改革了個半天司法被干預到這個程度 那還好意思再做下去嗎